这是一首右手完全断奏的曲子 左手的固定低音在第三小节有变化了 请大家仔细听和声 在上下去的第三小节 都出现了极大调的鼠和弦 就是带有深F的和弦 断奏我们在上一册中就练了很多了 这首曲子里主要用到的是手腕的断奏 请大家注意手腕的运动要有弹性 大家还可以看到 在有些人上方有一个专门针对手腕断奏的练习 也是很有特点的 用手腕的弹性带动指尖 特别要注意的是五指 每一个落见点都要准确 因为手腕的冲击力很大 所以我们的小指大家都要做好站立的准备 这首曲子的左右手练习各占一半 当我们在练到第四小节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好思想准备 为下一小节轮换到左手而提前的想好 这首乐曲没有连线 但是它有两句句子 我们先来找一下能不能找出来它应该在哪里分句 我们学习了曲子的基本单位 乐句 分乐句的时候要根据我们的乐感来进行 不能光依靠连线或者是只看节奏的长短 乐句可以构成乐段 我们谈过了二乐句 三乐句 甚至四乐句的乐段 以后我们还会碰到更长篇幅的曲子 我们也要从结构上 学会来分析它们 理解它们